一剑宗顾天祥 目光闪动 他要输了 金寒宗五人也都一个个叹息 孟昊都无法度过这第一层 他们觉得自己这里更没有希望了 天空中的暗金主宰 在刚看到孟昊展开血腰大法时 神色有所变化 但眼下已然恢复如常 此时此刻 随着那二十多尊银色凶兽的挣扎与咆哮 漩涡无法承受 甚至还出现了咔咔之声 眼看就要碎裂的刹那 孟昊右手抬起 向前一直 哭 哭言妖法本尊道 哭字一出 那些银色凶兽全部都身体颤抖 他们的肉身更为枯萎 他们的修为也都直接被压制 甚至生命都在这一刻出现了枯萎的征兆 他们的虚弱使得血腰大法形成的漩涡 再无法被撼动 轰轰运转 远远看去这漩涡极为庞大 惊天动地 轰 更为浓郁的死器是铺天盖地 从漩涡内被吸出后直奔孟昊而来 猛的身体强烈的震动 刹那间就突破了斩铃 肉身问道 而那二十多尊凶兽则是急速的枯萎 眼看就要死亡的时候 他们全身立刻火焰出现 刹那恢复 可刚一恢复 就立刻又被孟昊再次吸收 周而复始 仿佛他们成为了让孟昊不断强化的源泉 可以让孟昊无限的强化下去 问道初期 问道中期 孟昊仰天意吼 他前所未有的感受到了一股惊人的强大 这种强大是肉身的强悍到了一定的程度后 随之而来的自信 这就是血妖大法的逆天之术 这种强悍前所未有 更有剧痛伴随 如身体要被撕裂 这一幕让一剑宗顾天祥是倒吸口气 金寒宗五人更是睁大了眼 尤其是天空上的暗金凶兽更是呼吸急促了 这是什么神通 居然如此惊人 虽然看起来与那时光之河不同 但若论真正的恐怖程度 此数直接超越那时光之河呀 暗金主宰大吃一惊 尤其是他看到他的那二十多个银色族人 哪怕是在不断的恢复 可渐渐已跟不上了消耗 甚至有那么几只神色内露出了绝望 孟浩仿佛取代了那个漩涡 吞噬一切气血之力 该死 他这么下去 还真有可能让我的族人枯萎至死了 暗金主宰面色变化时 孟浩那里双眼夜闪 他的肉身轰然爆发 直接冲过了问道中期 踏入到了问道后期的程度 几乎在踏入到这个程度的刹那 血腰大法的漩涡直接从红色变成了金色 在变成金色的瞬间 轰鸣掏千 威压更是惊天重地 金寒宗五人面色彻底大变 他们心神轰鸣 他们清楚地感受到了那金色漩涡的可怕 甚至这一刻 哪怕他们五人组成傀儡 怕是也无法撼动孟浩 一剑宗的顾天祥 更是倒吸口气 他双眼猛地收索 这一刻 他在孟浩身上感受到了 与陆柏一样的妖孽 这金色的漩涡 如同一种质变 威力一下子爆发了十倍不止 孟浩心神震动 他立刻就感受到了这金色漩涡的恐怖 难怪我始终无法修行第三层 因为血色漩涡不是血妖大法第二层的极限 唯有让其变成了金色后 才算是气血净的大圆满 孟浩顿时明悟 他此刻有信心 可以瞬间将那二十多尊银色凶兽 直接吸干 可他略意迟疑 没有这么去做 毕竟这里是那按金主宰在操控 能不把事情做绝 自然最好 该死 一个妖孽也就罢了 怎么又出了一个妖孽 甚至比之前的那个人 更为惊人呢 路摆过此地是依靠时光之和 将那些银色凶兽退开 从而闯过 可孟浩这里则是以他强悍的术法 以碾压般的气势进行 如此一来 高下立判 按金主宰更为焦急 可他碍于古老的约定 无法出手干扰 就在他最焦急的刹那 孟浩右手抬起 猛了一挥 轰的一声金色漩涡消散 那二十多尊银色凶兽 齐齐倒卷 各自喷出鲜血 刹那枯萎 看向孟浩的目光 露出了前所未有过的恐惧与敬畏 他们不恐惧露白 因为露白就算再强也无法杀死他们 可孟浩则不忍 他有资格 有能力去灭杀他们 轰鸣间 在这二十多尊银色凶兽倒退的刹那 孟浩脉步走出 他吸收了近乎无穷的气血 尽管不属于他 他只是借用暂时强化 可就算这样 他此刻能爆发出的肉身之力 已无限的接近了问道巅峰 脉步间 规则降临 法则环绕 世界轰鸣 虚无扭曲 他的气势惊天动地 刚一冲出 暗金主宰 双眼一闪 在他可以操控的约定里 安排了一只 比露白遇到的 还要强大的金色族人出手 立刻一只金色凶兽咆哮而出 直奔孟浩而来 问道修为爆发 全身火焰焚烧 如一道流星 轰轰而来 给我滚 孟浩立刻看出了 与露白之间的不同 冷横中 他眼中寒光一闪 右手抬起 向前一拳轰去 这一拳 他将体内的肉身之力 彻底爆发 天地色变 风云倒卷 一股巨浪 扑天盖地的疯狂而去 那来临的金色凶兽 面色刹那大变 强烈的生死危机 让他在这一瞬 毫不迟疑的 就要选择避开 可孟浩的肉身 琐化巨浪 太过惊人 眨眼临近 直接将这金色凶兽 淹没在内 凄厉的惨叫传出 这金色凶兽身上的火焰 哪怕再燃烧 可也无法改变身体的崩溃 与消散 眼看就要彻底死亡时 天空上的暗金主宰 立刻全身光芒一闪 刹那降临 一把抓住 那快要死亡的金色凶兽 猛的一拍 巨响回荡 将孟浩的肉身之力 化作的巨浪崩溃后 救下了他的族人 那金色凶兽 此刻奄奄一息 看向孟浩的目光 带着强烈的恐惧 不仅仅是他 此刻所有的金色凶兽 都纷纷骇然 你通过了这一关 暗金主宰 深深地看着孟浩 缓缓开口 这只 险些被孟浩一拳 灭杀的金色凶兽 明显要超出 陆柏遇到的那一尊 可就算是这样 也几乎要死亡 若非是暗金主宰抽手 必死无疑 只不过 孟浩 也只有这一拳 这一拳 他将之前的气血 全部释放出来 此刻身体恢复如常 气势也都弱了不少 可就算是这样 也都无人敢对他小看 金寒宗五人 已彻底的震撼在了那里 他比之前还要强 刚才的金色漩涡 莫非是他顿悟了 又或者之前留守 五人相互看了看 都看到了 彼此目中的震惊 如果孟浩 与他们交手时 就用出了这金色的漩涡 他们组成的傀儡 也一定必败 一剑宗的顾天祥 此刻面色变化 双眼瞳孔不断地收索 他心神 也在震惊 他分明 是斩灵第二道 这血妖大法居然 居然如此恐怖 他身为一剑宗的强者 自认为对血妖宗很是了解 可如今才发现 血妖宗的此数竟无法想象 天空上的暗金主宰 也在一样的心惊 他望着孟浩 沉默不语 孟浩神色如常 缓慢地向前走去 直至走到了火焰门时 没有半点迟迷 迈步 直接踏入 火焰门的内外 如同是两个世界 孟浩刚一踏入 看到的第一幕 就是路摆在远处 喷出鲜血 身前黑龙失去生命 他整个人如断了线的风筝 急速地后退 这个世界还是一片火焰的世界 四周八方一片火海 在这火海里 有一座高耸的祭坛 这祭坛足足数万丈大小 极为庞大 一共有九层组成 路摆之前 就是在第三层上失败的 喷血倒推 在半空时 他面色苍白 却猛地回头 一眼看到了孟浩时 他的目中露出一抹精芒 更有复杂 你也来了 他只说了一句话 身体落地后 便不再去看孟浩 盘膝打坐 孟浩抬头 看向火焰中的祭坛 他隐隐觉得 这里很奇异 似乎在这里 身体更轻松的一些 如少了一些束缚 脑海则更为清晰不少 外来者 沧桑的声音 从天空上传来 只见在这火焰世界的天空上 赫然出现了一尊 白色的人形凶兽 他站在半空 看不出修为的气息 但站在那里 好似站在了世界的巅峰 低头时 目光落在了孟浩的身上 能闯过第一关 是你的造化 若能闯过这第二关 你就有了离开这里的资格 且还可获得我族的保护 这里是生死试炼之地 是我族与当年恩公的约定 但凡是踏入这里的外来者 不管是哪一族 都可在这里试炼 踏过火焰 踏上祭坛 此祭坛一共九层 击败第一层的敌人 就算通过 在这里 任何术法 任何神通 任何办法 你都可以施展 你有三次机会 若三次都失败 则抹去你的存在 白色竹仔 缓缓开口 说完后 闭上了眼 不再说话 孟浩深吸口气 没有立刻去闯 而是盘膝打坐 调整体内修为 一天后 他双眼默然睁开 踏入火海中 在他踏入的刹那 路百睁开了眼 看向孟浩 小心第三层 第三层上 是另外一个你自己 路百缓缓说道 孟浩脚步一顿 看了路百一眼后 点了点头 直接飞越火海 踏上了 这祭坛的第一层 在踏入进去的刹那 他看到了 祭坛第一层 有一块人形雕刻 这雕刻突然融化 恢复了升级 化作了一个身穿着青色长袍的青年 这青年双眼无神 可在与孟浩的目光凝聚的刹那 突然露出了一抹精芒 之前那小子侥幸穿过 你 可没那么幸运了 话语间 这青年右手抬起 向前漠然一指 立刻在他的前方出现了一只蜜蜂 这蜜蜂通体黑色 刚一出现后 立刻重叠 眨眼间 在他的面前 忽然就出现了上万蜜蜂 这些蜜蜂蜂鸣直奔孟浩飞来 铺天盖地时 那青年掐绝 再次一指 这一指 赫然有上万蜂蜂飞出 死龙 孟浩一正 这一幕他熟悉 西末修士的死龙 出手时就是这样 孟浩没有立刻攻击 而是后退几步 仔细地观察后 他立刻发现 这虽然不是死龙术法 但却有很大程度的相似 而他孟浩 在死龙遗造上 是西末曾经的大死龙之一 甚至可以说 是这一代里最强的大死龙 孟浩神色如常 在那些蜜蜂与蜈蜂飞来时 右手掐绝 运转死龙之法 神识骤然散开 立刻那些蜜蜂与蜈蜈蜈 竟在半空一顿 仿佛有些茫然 那青年面色一变 与此同时 孟浩右手抬起一指 立刻黑白二珠地 九山降临 轰鸣间一路碾压 孟浩速度之快 刹那就出现在了 那青年的身边 右手抬起时 血腰大发展现 金色的漩涡 惊天动地 化作金色的大手 一把将这青年抓住 猛地一吸 青年的身体 肉眼可见地枯萎 眨眼轰得一声崩溃 可在崩溃后 另一个地方 青年的身体凭空出现 他深深地看了孟浩一眼 淡淡开口 虽然这里只是我的一缕气息 所化的法身 可你既能将其击溃 在你之前还无人做到 你通过了 孟浩眉头微微皱起 他吸收的气血不多 这青年的修为 他至今都无法看出 沉默中 他身体一晃 直奔第二层 第二层 他在踏入的刹那 一声宁笑传出 一股大力轰然而来 孟浩神色一变 右手抬起 向前一挡 轰鸣间 一股大力直接涌来 让孟浩身体轰鸣 他面色变化 身体不断后退 这最起码 也是问到肉身之力 甚至看起来 似随意击 那陆白如何过得 这一关呢 孟浩抬头时 看到了一个牛头巨人 此刻也一脸诧异的 看着自己 呵呵呵 好好 总算来了一个力气大的 比之前那个 掌握时光的小家伙 强了不少 这牛头巨人 全身肌肉鼓起 话语间宁笑 右脚在大地一塌 轰然而来 直奔梦浩 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 之前那个小家伙太过难缠 时光密法在其手中 诡异难辨 老子打了很久 极为不爽 被他缠得心烦 这才让他通过了 可你 老子喜欢你 哼 这牛头人的力气之大 挥舞间温道气息存在 一拳落下 孟浩面色变化 运转修为 立刻同样一拳轰去 巨响惊天 孟浩面色更为苍白 身体不断后退 那牛头人仰天大笑 好好好 他说着 再次冲出 速度之快 让孟浩双眼收索 他又强了 孟浩眼中露出战意 肉身激荡到了极致 更是用出了阵法 再次对轰 大力对撞 孟浩喷出一口鲜血 身体倒退飞出 那牛头人身体也是一阵 脚下地面 卡卡裂缝 但他却抬起头 目中露出强烈的光芒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